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十四页 讲表的第十四页 那我们接着讲到第六个 重成就 重 就是这个与会的大众 这是丙二引大众同吻 那这个与会的大众呢 有分成三个部分 丁初生文众 丁二菩萨众 丁三天伦众 那在丁初当中 生文众呢 又分成三个段落 悟初 明类标述 悟二 表位探德 悟三 列上所明 丁初 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大众呢 有分成三个层次不同种类 我们先看到第一个种类呢 叫做生文众 生文众当中呢 我们先看到它的名类标数 物一呢 名类标数 看到讲表的第十五页 这个在经文当中呢 与大笔秋生千二百五十人聚 这一段呢 就是名类标数 那个名类呢 就是大笔秋生 是它的这个类别 那千二百五十人聚 这是它的数目 叫做名类标数 那我们先看到左边 偶尉大师解释 这个经文的注解 比丘犯语 含三意 一 启事 一波之声 无所续长 专求出药 二 破恶 正会观察 破烦恶 不堕爱见 三 不磨 发心受戒 结磨成就 磨及不眼 那我们再解释 这个比丘呢 它是泛语 就是印度当时的这个语言 那这个翻成中文的话呢 有三个含义 翻个三个含义 第一个呢 就是启事 第二个就是破恶 第三个呢 就是不磨 有这三种含义 那我们先看到第一种含义呢 启事 这个启呢 叫做上启 以佛法以之会命 下其饮食 以之生命 这什么解释呢 就是一个比丘 修行人呢 他要以佛法来增长他的会命 这个法生会命 那下其饮食呢 以之生命 他呢 要去脱波 在印度的时候呢 都是脱波 脱波呢 来 用这个饮食呢 来维持他 色身的这个生命的相续 因为你这个色身脚没办法维持 你就没办法修行 所以呢 这个启事 这偶一大师呢 就解释 一波之身 一波 三一一波 来维持他的色身 无所续长 续呢 就是 囤居很多的 其他的种类的一些用品 专求出药 专心呢 来研究出离生死的药道 专求出药 所以这个启事呢 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他就是维持他 生活的最低 一个标准 就是色身呢 维持的最低标准 三一一波 三一呢 能够防这个寒冷 那波呢 起时 来用这个饮食呢 来让这个身体相续 所以呢 无所续长 就是东西越少越好 那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专心的来 修行 处理生死 所以这个启事呢 的目的在这里 专求出药 你不要太多的杂事 也不要太多的这些东西 太多的东西呢 你还得要去管理 所以你看这个 在这个南传的这些修行人呢 他就是脱波 脱波完之后呢 就到树下 或者房子呢 去修这个子官 现在南传呢 有些都还是维持 那我们北传呢 因为他这个 不同地方的姻缘 所以我们北传呢 他没有这个 脱波的这个习惯 第一个呢 这个天气太寒冷 第二个呢 这个外在的这个 虫乙啊 特别多 所以到了后来 传到中国之后 就改成这个 虫林的制度 有这个虫林 然后定下的这个清规 所以呢 就是大众的这种 虫林规矩 来修行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不脱波 不脱波的 就是大家呢 有这个点座 来煮这个饭菜 大家呢 打板过堂 但是呢 在这个借力上呢 就是不续场 饮食 就是过堂之后 吃完 就归大众 再寿入这个库房 那隔天呢 再拿出来打板 所以呢 在这个虫林的清规当中呢 在这个借力上呢 它是定得很维系的 虽然我们中国呢 它不脱波 但是它这个 借力上的这个规约呢 也是要求的很详细 所以呢 它也能够达到呢 无所续场 专球出药 专球出药的这些目的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 破二 正会观察 破烦恼 这个正会呢 就是你能够如理的 来依的这个教理的智慧呢 来观照观察 能够呢 破烦恼 不堕爱烦恼跟见烦恼 好 所以这个破二呢 就是用这个 如理的智慧 观照 来破除你内心的 这个 贪嗔痴 乃至于我见的烦恼 好 所以真正的这个修行呢 它是24小时 不间断的 因为你要破除内心的这个 妄想执着呢 这不是说像世间人呢 他上班 然后有下班 下班之后呢 就不管这个工作的事 但是我们修行呢 它是持续不间断的 24小时 随此呢 正会观察 来破除你内心的那些 妄想执着 好 这就是破二 第三呢 叫做布膜 发心受戒 结膜成就 磨及布也 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 受比丘戒 三坛大戒呢 有一个比丘戒 一般三坛大戒呢 就是沙弥坦 比丘坦 菩萨坦 叫三坛大戒 那在这个受比丘戒的时候 有这个 解膜法 叫做受戒的解膜 叫做白式解膜法 那假如比丘的话呢 就是十个 这个僧人 共同来做这个解膜法 所以在这个白式解膜成就的时候呢 这个膜就恐怖 在这个力点上呢 它就说明到 这个白式解膜成就 从这个地形夜叉 到了这个空行夜叉 到了天行夜叉 辗转呢 赞叹这个比丘 受这个比丘戒 所以呢 他的这个声音 能够传到 我们这个 魔王的天宫 叫做他化自在天 就是欲界天的 第六天 就是我们魔王波寻 他就是这个天王 他化自在天的天王 就是波寻 所以呢 这个声音呢 就传到他的这个魔宫里面 震动 所以魔呢 就恐怖 所以叫做布魔 所以有这样子的 三个含义 第一个呢 启士 第二个破二 第三个呢 布魔 有这三个含义 就是比丘 比丘的这个含义 那在我们看到左边 生 生 生者 既云 生且 此番 何何重 同正无为 谢托 明礼何 生同住 口无真 义同月 见同解 戒同修 利同君 明事何也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生 生呢 他的全名叫做生且 生且 那翻作这个中文的话呢 叫做和和重 和和重 那一般我们讲呢 就是六和和 六和和 那这六和和呢 偏向于这个四和 四向上的和和 所以欧义大师呢 他先把这个离体的和和呢 先把它标示出来 同正无为 谢托 这个谢托呢 你要正得无为 就是无漏的智慧 才能够谢托呢 这个六道 三界的生死 所以呢 这个生 这些修行人呢 都是要达到 无为谢托的 共同的目的 所以呢 就这离体上呢 他是和和的 他的目标呢 都是相同 都是要同正无为谢托 但是呢 在这个四向上 在四向上呢 因为凡夫呢 他都是六根呢 攀岩在这个向上 有为法上面 所以在这个向上呢 也是要和和 否则呢 你就没有办法 达到 礼和 礼和 所以这个 四向上 有六个和和 那我们先解释 这个 见和 同解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 比如说一个生团也好 或者是一个居室的 这些共修的团体也好 第一个呢 你的这个见解 要和和 就是说你这个见解要共事 你才有办法同住 一起共修 那我们这个生团也是一样 这个两个人 三个人 乃至于几百人 几千人的生团 假设你这个生团呢 他的知见 没有办法共同 达到一个共事 你就很难共住 当然我们是 在这个修行上呢 当然有通有别 但是你一个丛林 比如说古代的丛林 你看这个禅宗的丛林 净土中的丛林 乃至于天台中的这些寺院 他都有他的个别的一个见解 所以他在修行上 有他一个统一的一个模式 所以有些呢 你在禅宗的丛林 你就很难看得到修净土的人 因为他跟气 兴趣是一样的 那你说到禅宗丛林 你要去修净土 有时候呢 你就会格格不入 那假设你到这个天台中的这个道场 他们就是以修这个天台的直观为主 所以每个 这个道场 或者是这个团体呢 一定有他一个主要的目标 当然呢 不排斥其他的法门 就是说你可以 把你的这个特色表现出来 但是呢 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去 批评别人 就是一般我们讲呢 你可以自战 但是你不要毁他 所以你自己可以讲你这个法门的这个优点 但是你不要老是看别人 修这个其他的这个法门的缺点 这样子呢 你到任何的一个丛林 任何一个团体呢 你都能够学到不同的这个利益 比如说以前的这个出家人呢 他都要参学的 到这个各大丛林去参学 当你去戒律的这个丛林 到场呢 你去学他这个戒律的 这些要求很维系的 这些日常的运作 那你到禅宗的呢 你就去他的禅堂 去了解人家这个禅是怎么修 那你到净土的呢 你就到那个念佛堂 去看人家这个念佛是怎么修 所以呢 古代的这个修行呢 他就是要参学 所以见解是第一个 第一个呢 四合当中呢 第一个 那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到戒和同修 第二个呢 就是戒律规矩 每个道场呢 都有他的戒律的要求 规矩的要求 这个戒律呢 要和和同修 第三个叫做利和同君 这个利 包括他就是饮食 日常用品 所以只要你合乎条件的 你来到这个僧团 或者是这个共修会 你都有你可以得到的一份的 这个利益 或者是你所可以享受的一个福利 所以叫做利和同君 君呢 就是平均 大家都一样 均等 那再来看到 前面 身和同住 这个身 就是你的设身 身呢 要和和 不要去干扰到别人 叫做身和同住 那第五个呢 就是口和无真 你这个口业上呢 就刚刚讲的 你可以多看别人的优点 不一定要老是找别人的缺点 不一定要老是找别人的缺点 所以你这个口业就能够守得清静 就不容易产生这些争执 那第六个呢 一和同乐 也是最终 我们的那个意念呢 也能够和和 那意念和和呢 你就在这个团体当中呢 能够得到法喜禅乐 所以这个六和和呢 是这个四项上 每个身团也好 居士的团体 都是需要六和和 乃至也能够礼和 礼和呢 同正 无为卸脱 比如说我们修炼佛的 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呢 就是要求生净土 待与往生 这也是可以当作我们的 最终的目标 卸脱的目标 好 再来换到第十六页 第十六页 千二百五十人 这是他的这个数目 这些比丘生呢 大比丘生 有多少 有一千二百五十人 那这个偶一大师呢 就解释 千二百五十人者 三家舍 师之 共千人 生子 木连 师之 两百人 耶舍 子等 五十人 皆佛成道 先得度托 感佛生恩 长随从业 这个千二百五十人呢 就是佛的长随众 经常呢 佛到哪里弘法 讲经 他们这千二百五十人呢 都是时常的跟随 那这个千二百五十人呢 包括 第一个 三家舍 师之 这个师呢 就是老师 之呢 就是徒弟 那这三家舍呢 就是三个兄弟 后来呢 都修行 那这个 这三个家舍呢 跟随众一般我们讲的 这个摩合家舍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三家舍呢 这个最大的 叫做 幽罗 平罗 家舍 就是这个 大哥 他呢 有五百个徒弟 那第二个老二呢 叫做 且也家舍 他的徒弟呢 有二百五十人 那这个 第三个老三 叫做 纳提家舍 也是二百五十人 所以这样加起来呢 就是一千人 那原本呢 这个 这三个兄弟呢 都是 叫做 四伙外道 就是拜伙的 这个 在印度当时的外道很多 那有一种外道呢 就是 拜伙 以伙 当作他的这个 供奉的神明 来拜 那这个当时 这个 幽罗 平罗 家舍呢 当时 他已经 一百二十岁了 他这个老大呢 一百二十岁 所以呢 他在这个 平沙王 这个国王呢 把他供奉成 国师 国师 那世间人 就称为他 叫大仙 这是他呢 有一个禅定的功德 所以呢 他有一个事迹 他降伏了这个独龙 用禅定呢 降伏独龙 那这个佛陀 成佛之后 其实才 三十岁而已 所以佛陀呢 他第一个到这个鹿野院 度化这个吴比丘 这个 叫交 交陈鲁 吴比丘 那他就思维呢 他要在这个人世间 要弘扬佛法 要弘扬佛法 他要找一个呢 世间呢 认为他这个 修行比较高的 所以他就观察呢 这三家设 因为这三家设呢 在当时呢 这个影响力很大 所以佛陀呢 就把他们当作第一个目标 要度化他 所以这个佛陀呢 度化了这个吴比丘之后呢 他就主动呢 跑来这个 优罗平罗 加设的这个 他这个修这个 的道场 那就跟他讲呢 说他要先挂单 就住一晚 那这个一开始 这个优罗平罗加设呢 他认为这个佛陀 看起来很年轻 才三十岁左右 所以呢 他就不想让他挂单 所以我们这里 没有空房间了 那这个佛陀呢 他也知道 他的这个心态 他就说呢 前面那里有个山洞 我就住在那边住一晚 那结果这个山洞呢 是住谁呢 就是住这个独龙 那这个 这个优罗平罗加设呢 他想说 他自己要去住那里 他也不反对 就给他去住 反正你这个 一方面他想要考验 佛陀的这个 这个功德力有多高 那其他的这个徒众呢 也很好奇 一般这个独龙呢 这一般人是没办法降伏的 所以这个佛陀呢 就四见 四见在这个 在这个山洞里面过一晚 那这个独龙呢 就起这个称心 一开始呢 用这个火呢 来喷这个佛陀 佛陀呢 就入这个火光山面 强过这个独龙 那这个独龙又更生气 他又吐这个独意 那佛陀就用这个磁心山面 把它降伏 结果呢 这个晚上呢 就这样子过了一晚 那其他的这个徒众呢 隔天早上 就赶快过去看 看他这个佛陀 是不是已经被独龙吃掉了 结果 这个独龙 都趴在这个佛陀前面 非常的这个驯服 那赶快呢 就跑到这个 他师父那边讲 说既然还有人 跟你一样能够降伏独龙 那就大家的议论纷纷 就想说这个佛陀呢 这么年轻 功德力 威德力这么强 那这个优罗平罗加瑟呢 他一开始也是不服气 就找这个佛陀来辩论 那佛陀呢 也知道这个加瑟的 他的内心的想法 所以呢 就告诉这个优罗平罗加瑟 他只是修到禅定 并没有证得胜果 所以就跟他讲了 这些道理之后呢 这个 优罗平罗加瑟呢 就对佛陀的这个 威德力呢 产生了信服 就带着这个 他的五 这些徒弟呢 就把他这个 伺火的这些 这些外道的这些法器呢 都丢到这个河里面去 那这五百个呢 就跟随了这个 佛陀来修行 那他的这个 弟弟老二呢 后来知道了 也一样 跟着这个 佛陀 连他的这个徒弟 学生呢一起 那这个老三呢 本来是在这个 河边 那从这个河的上游呢 看到这很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伺火的这些法器呢 从上游一直留下来 以为他这个大哥呢 跟二哥呢 是不是被人家杀害了 就赶快呢 去看他这个 上游的这些 情况 结果呢 就看到他大哥二哥 也跟着佛陀修行 他们呢 他也一起 所以呢 这三家的事呢 就是佛陀 他度化了吴比丘之后 第一个 度化的这个三家圣 有一千人 师之有一千人 那接着呢 佛陀修就度化了这个 生子 就是瑟利佛 瑟利佛尊者呢 他的母亲 行 身行端正 所以呢 称为这个瑟利佛呢 叫做生子 慕连 就是慕见连尊者 这生子就是 瑟利佛尊者跟慕见连尊者呢 他们也是一个 这个泛制 一个外道 一个泛制的外道呢 他们也是 这些外道的老师 所以呢 他们的 有各一百人 所以加起来就两百人 瑟利佛尊者跟慕连尊者 有两百人 那再来呢 耶瑟 耶瑟就是 耶瑟长者子 耶瑟长者子呢 他呢 有五十人 跟着他的这个水宠 有五十人 所以这样子呢 加起来就是 一千两百五十人 那实际上呢 应该再加上这个 五比丘 所以呢 应该是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所以把这个后面的五呢 做一个省略 那这些呢 都是佛 成道的时候呢 最先杜托 正的阿罗汉的 所以呢 他们敢 就是 敢佛生恩 对佛的这个恩呢 特别敢念 所以他们就发愿 藏水 佛陀的教化 只要佛陀到哪里呢 他们就到哪里 随缘教化 这是 这个 他的树木 好 接着我们看到 物厄 表位探德 表位探德 在这个经文里面 皆是大阿罗汉 众所知事 那我们看到 偶一大师的这个注解 这个表位呢 就是表他的果位 探德呢 就是赞叹他的这个功德 那表位当中呢 偶一大师就解释 阿罗汉 意含三意 一 应贡 即 启示国 二 杀贼 即 破恶国 三 无生 即 不魔国 那这个表位探德 这个表位 就是他的果位呢 就是四果阿罗汉 所以这一千两百五十人 他们都是正的呢 大阿罗汉 也就是四果阿罗汉 在深吻呢 算是最究竟的 吴学位 吴学位 那这个阿罗汉呢 有三意 跟这个前面的比丘呢 有 一样有三意 是相对应的 那前面的这个比丘呢 他是在这个因地的修行 那阿罗汉呢 是果地的正果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下面 他有一个对应 应贡 杀贼 无生 这就是阿罗汉的三个含义 那对应的前面的比丘 就是第一个呢 是启示 你因地呢 修行 佛法 上起佛法的这个 来以知 慧命 下起饮食呢 以知生命 你精进的修行 得到的果报呢 就是阿罗汉 应供 你正果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功德力 威德力呢 接受人天的供养 所以叫做应供 第二个杀贼 就是破恶果 我们前面讲 他破恶呢 破那个内心的烦恼 这些爱烦恼 贱烦恼 也就是这个见识货 那阿罗汉呢 他就断掉了见识货 所以叫做杀贼 杀呢 就是断掉 那这个贼呢 就是烦恼贼 因为有烦恼贼呢 所以会让我们去赶召 这个六道三界的生死 所以杀贼 就是把这个烦恼断掉了 那第三个无声 无声呢 就是布魔的果报 我们在寿比丘界的时候呢 是魔攻震动 魔王恐怖 但是呢 实际上你还没有处理三界 但是你证得阿罗汉的时候呢 你就真正能够处理三界 叫做无声 不用再赶召三界内的这个生命 就是说你 你这个阿罗汉呢 你这个录 这个灰生明治之后 就不会再赶召三界的果报 所以叫做无声 无声 那再来我们看到探德 赞叹这个阿罗汉的功德 众所知事 从佛转伦 广立人天 故为众所知事 那这些大阿罗汉呢 都是随从佛陀呢 来转法伦 佛陀到哪里洪华 他们就跟随着到哪里洪华 广立人天 不只人道的众生呢 也能够利益 而且呢 天道的众生呢 也能够利益 所以阿罗汉呢 他的这个禅定跟智慧呢 连这个 刀立天的天王 众底环音 乃至以雷 大范天的天王 都会来请法 来跟这个阿罗汉来请法 所以呢 众所知事 这个知呢 就是文明 事就是见面 知就是知道 听闻这个名字 那事呢 就是有见到 认识 叫做知事 所以众所知事呢 这1250人 因为他们经常的 随佛陀呢 到了这个 当时的印度的各国呢 去洪华 所以这1250人呢 经常只要佛出现的地方呢 这个 这些藏随众 就会出现 所以大众呢 经常能够 见到文明 叫众所知事 好 再来我们看到 第17页 雾山 列上手名 列上手名 那这个经文呢 他就列出 十六位的上手 十六位的上手 那这十六位上手呢 从第一个 瑟利佛 乃至于到第16格呢 阿妞楼陀 如是等诸大弟子 有16格 那我们看到左边 这个解释 欧毅大师的解释呢 德纳巨尊 顾名长老 这个长老呢 是贯涉 瑟利佛 乃至于到最后的 阿妞楼陀 在这些 佛陀的弟子 当中呢 列出这上手名 就是说这16个尊者呢 都有他的特殊的内涵 但是有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16个尊者呢 并不是全部都是佛陀的长水众 我们只有看到 这个瑟利佛 穆建廉 他这是佛陀的长水众 那其他的这个摩河加社 乃至于其他的这些 不一定是长水佛陀来教化 所以这16个呢 并不是全部含在1250人之内 所以也就是说 佛陀在讲这部阿弥陀经的时候呢 不止1250人 大罗汉 还有很多其他 不是长水众的大罗汉在场 那我们看到这个德辣祭尊 德就是德恨 辣就是戒辣 这个16位呢 他们的德恨戒辣呢 都是非常的尊贵 所以称作长老 那欧异大师呢 在左边 他就把这16个尊者呢 把它列出来 每一个尊者呢 都有他们特殊的一个 功德的殊胜 我们就看到第一个 生子尊者 就是摄利佛尊者 身文重中 智慧第一 在这个佛陀的弟子当中呢 摄利佛尊者呢 是智慧第一 在这些阿弥陀的身文重当中呢 智慧第一 所以把它摆在第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的佛法修学 都是以智慧为首 你看这个 所有的这个六度 乃至于其他的这些 都是要以 般若智慧作为引导 乃至于后面的菩萨众也是一样 文书师利 法王子呢 也是摆在菩萨众的第一位 所以我们上次也讲 这个佛法大海呢 信为能度 智慧能度 你没有智慧 如理的文师修 你就很难 处理 三界六道的生死 很难渡脱呢 这生死的大海 所以呢 智慧呢 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 所以它摆在第一 智慧第一 那第二个呢 穆连尊者 神通第一 在佛陀的这个 申文众的弟子当中呢 穆连尊者呢 是神通第一 所以这个 在这个 佛陀的弟子的这些传记当中呢 我们看到很多穆连尊者呢 显示这个神通 度化众生的这个事迹 但是为什么佛陀 他没有禁止 穆连尊者 显神通 正常这个 佛陀制定是 这个弟子是不能随便显神通 但是穆连尊者 他所显神通呢 都是经过他的一个 智慧判断 都是有利于 这个众生 而显了神通 所以佛陀就没有禁止 所以他是神通第一 那第三个呢 就是摩赫加色 叫做引光尊者 身有金光 传佛信印 为出主 妥妥恨第一 这个摩赫加色呢 我们假设 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大雄宝殿 四加摩尼佛在中间 那两旁呢 一位就是阿难尊者 这是佛陀的侍者 那一位呢 就是佛陀的这个弟子 就是摩赫加色 或者叫做大家色尊者 那我们注意看呢 作为一个安静 就是帮佛像安静的 那有一次呢 看到这个佛像破损 他就主动发心来安静 所以他赶着呢 他的这个果报 身有金光 他手一张开呢 就会放出金光 那再来呢 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叫做传佛信印 就是禅宗的出主 禅宗的出主呢 就是大虾色尊者 那传佛信印呢 就是一般我们都知道 叫做脸花为相 四尊脸花呢 加色为相 所以呢 他能够了解佛陀的信印 所以呢 叫做传佛信印 那我们这个禅宗呢 从这个大虾色尊者 一直传到这个达摩祖师 就是第28代的祖师 那达摩祖师呢 再传到中国 他就是中国的出主 一直到这个六祖 慧能大师 所以这个大虾之尊者呢 还有一个 他的特殊的这个功德呢 叫做头头恨第一 行这个头头恨 就是行这个苦恨 苦恨的这个头头恨 那再来就是说 他在佛陀入灭之后 他召集了这些弟子 结集这个 佛陀讲的这些经典 五百结集呢 就是大家色尊者 他所召集的 召集其他的这些阿罗汉 来结集经典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四 文士尊者 文士尊者呢 就是摩赫加瞻眼 摩赫加瞻眼 婆罗门总 论意第一 这个文意 还有修士呢 就是文士的意思 所以他在这个论意 在这个讨论佛法 议论佛法的这个口才上呢 是第一的 叫做论意第一 摩赫加瞻眼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十八页 第十八页 第五个 就是摩赫巨之裸 翻到另外一个这个名称呢 叫做大膝 膝盖的膝 大膝尊者 他是达吻第一 这个大膝尊者呢 就是摄利佛的母亲 的这个兄弟 就是摄利佛的母舅 那本来这个达吻第一呢 本来他这个摩赫巨之裸呢 他本来的这个口才也很好 但是呢 摄利佛的母亲 本来跟他辩论呢 都输他 但是只要 只到了这个 他怀上的这个摄利佛尊者 怀孕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呢 就是摄利佛的母亲呢 他口才就变得比他好 所以他这个大膝尊者呢 他知道这个未来 他这个 一般讲说这个外申 是一个智慧很高的 所以他就赶快呢 去外面参选 他说他以后这个 他的外申呢 出生之后 他的智慧还比较高 后来呢 这个大膝尊者 也是后来跟佛来出家修行 那第六个呢 离佛多 就是兴术尊者 五岛乱第一 第七个 周历盘陀且 叫做祭道尊者 应跟顿 仅持一记 便才无尽 亦持第一 就是说 一般我们这个应该都大家有听过 这个一记呢 记得前面一个字呢 就忘到后面的字 所以这根气很顿的 但是呢 还是可以成就的阿罗汉 就是成就的便才无尽 意词第一 第八个 喜尊者 佛之亲帝 宜隆第一 这是佛陀的堂弟 就是南陀 南陀尊者 就是佛陀的这个 亲帝 亲帝 他句组呢 三十相 所以他的仪隆第一 很庄严 那再来第九个呢 就是阿难陀 庆喜尊者 佛之常帝 前面的这个 喜尊者呢 是佛的亲帝 那阿难尊者呢 就是佛的堂弟 父为侍者 多吻第一 他这个呢 过而不忘 多吻第一 所以后来这个阿难尊者呢 就送出佛陀 所讲的所有的经典 那第十个 罗侯罗 佛之太子 秘行第一 又叫做 父葬尊者 那这个父葬呢 就是佛陀 他出家之后 正常呢 我们一个人 是十月怀胎 但是呢 这个佛陀出家之后呢 他这个 耶稣陀罗 他超过了十月 才生了这个 罗侯罗 所以呢 后来叫做父葬 但是后来呢 也是澄清 澄清了这个事实 是佛的太子 他是密恨 他修的这个 修行的内容呢 都是秘密 不为人知 所以这个秘密 秘恨第一 第十一个 交换波提 牛师尊者 素氏恶口 胆齿余报 受天供养地 那这个交换波提呢 他这个 素氏恶口 素氏恶口是怎么讲呢 就是他过去生 曾经 在这个生团当中呢 他做一个小沙咪 那这个小沙咪呢 看到这个生团当中呢 有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老比丘 那这个老比丘呢 那个牙齿可能也掉了 所以他讲起话 诵经的时候呢 就是嘴巴动 就像这个 牛吃草一样 嘴巴在动 一直咀嚼 但是可能发出的声音很小 所以这个小沙咪呢 他就笑这个老比丘 说他像牛吃草一样 但是这个老比丘呢 已经证得大阿罗汉 所以呢 这个老比丘呢 就告诉这个小沙咪说呢 他已经证得大阿罗汉 所以他用这个恶口 来诽谤 他以后呢 果报是很重的 所以呢 这个小沙咪就赶快忏悔 但是呢忏悔之后呢 还是得到了 五百次做牛的果报 五百次 所以这个牛师尊者呢 他做了五百次的牛之后呢 他在投身到人道 跟着这个佛陀 也出家 但是呢 他有余报 他也是呢 嘴巴呢 就像牛吃草一样 在那里一直动 所以他就称为牛师尊者 那为什么叫做受天供养 第一呢 就是佛陀 他知道的这个牛师尊者 已经证得阿罗汉 但是呢 他又怕别人 不知道的 又去诽谤他 所以呢 就叫这个交换波体呢 到这个天上去 受天的供养 不要在人世间 否则呢 有些人又诽谤他 那这又赶着呢 不好的果报 所以就是受天供养 所以他呢 都是到天上去受用饮食 不在人间 那再来 第十二个 叫做不动尊者 这个不动尊者呢 就是宾头颅婆罗舵 久住世间 应末世共 福田第一 那这个福田第一呢 也是有一个典故 一个典故 就是说这个 在佛寺的时候 有一个长者 叫做树体长者 他呢 用这个波 置在这个 很高的这个竹竿上 然后呢 他就对大众说呢 谁有这个神通呢 能够把这个竹竿上的波 拿到这个波呢 就当场送给他 这个波呢 是很高贵的波 那这个宾头颅婆罗多尊者呢 他在大众 那时候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 所以呢 他有神通 所以他就一手伸起来 就把这个波拿下来 那后来被这个佛陀知道了 佛陀就呵斥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献神通呢 慕连尊者 他献神通 佛陀是允许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 阿罗汉弟子呢 佛陀是 禁止他们献神通 所以呢 佛陀就喝着这个 冰陀卢婆罗多 不许露灭 要留身世间 应末世的人天的供养 所以就变成福田第一 那一般我们假设到这个僧团里面 他有个圣僧的位置 或者是说有这个摘僧大会 都会有留一个这个位置 留一个空位 这个就是留给这个 宾陀卢婆罗多尊者 因为他呢 他不露灭 不露灭 所以他一直在这个人世间 但是呢 实际上他已经证了阿罗汉果 那再来看到 第十三个 佳柳陀以 黑光尊者 为佛使者 教化第一 这个呢 佳柳陀以 他这个 叫做黑光尊者 因为他这个脸呢 很黑 所以有一次呢 他就是把人家吓到了 有一次晚上 天很暗的时候 他去脱波 然后这个 这个 妇人一 一开门 看到一个 黑人 只有眼睛是白色的 所以他吓到流产 那个妇人已经怀孕流产 所以后来这个 佛所就制定这个家导陀仪 他要在这个 白天的时候去脱波 不要这个晚上 把人家吓到 所以呢 唯佛使者 教化第一 他教化众生 这个善巧方便 第一 那再来 第十四 杰宾纳 叫做防术尊者 知兴术第一 因为他的父亲 父母亲呢 是祈祷这个星宿而生 所以这个防术 但是祈祷这个防术呢 是28个星宿的第四个星宿 所以就是 杰宾纳 会称作防术尊者 就是他的父母 在祈祷这个星宿而产生 生下他 那他生下之后呢 他对这个星宿呢 也是一样 非常的了知 所以叫做知星宿第一 那第十五个 伯居罗 寿命第一 那伯居罗呢 又叫做善隆尊者 寿命第一 那善隆呢 就是他的这个 颜貌 非常的端正 那另外他这个寿命第一呢 就是他的这个佛陀的弟子 他是寿命的 活到最长的 叫做活到160岁 160岁 那他这个也是有典故 有个典故 就是他过去生呢 在匹婆思佛的时候呢 他用这个 一个喝里热果 喝里热果呢 来布施一个病生 但是这个病生呢 已经证得了这个辟之火果 所以他呢 因为这个布施的这个果报 他91节 从这个 匹婆思佛之后的91节呢 他都没有病 无病 而且没有夭折 而且呢 他又能够持这个不杀戒 所以呢 他感的呢 有五不死的果报 五不死 他这个五不死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的这个父亲 他这个生母 生他之后 他就很早就过世 但是呢 后来他这个父亲呢 又取了一个继母 那这个继母呢 对他就是 不是很欢喜 不是很欢喜 所以在他这个小的时候呢 有一次他继母呢 在这个 烧这个 用这个烤箱呢 在这个 做这个饼 然后这个 薄居罗呢 那时候很小 就炒着这个 炒着这个 他这个继母 说他要吃饼 那他这个母亲呢 本来就对他不欢喜 所以就把他丢到 这个烤箱里面去烤 烤了之后 本来应该正常要烤焦了 但是呢 他父亲呢 老是找不到 后来这烤箱一打开 他竟然在里面 没被烤销 这个第一个呢 叫做火不能烧 那第二个 叫做 这个 这个水 热水不能煮 第二次就是 他这个继母呢 想说这个烤都烤不死 那有一次 他在煮这个 这个大的这个锅子 煮这个肉的时候 他这个薄居罗要在旁边 炒说 他想要吃肉 那这个他这个继母呢 也不高兴 就把他丢到 这个大锅里面煮 结果煮了半天呢 也煮不死 那第三个呢 叫做水不能淹 后来这个他的继母呢 有一次出去买东西 他这个伯居罗呢 也跟着他出去 一直跟在后面 然后在他继母想说呢 这个火也烧不死 然后热水也煮不死 想说呢 就把他丢到这个河流里面去 但是这个水不能淹 后来呢 又被一个大鱼 把他吃下去 第四个呢 叫做鱼不能刺 吞噬的事 被这个大鱼吃到肚子里面呢 结果也没死 这是第四个 那第五个呢 后来这个大鱼呢 被抓到了 那放在这个市场 从早到晚都没能买 因为雨太大了 后来他这个父亲呢 刚好要回去 经过这个市场 想说这个大鱼没能买 放了那么久 就把它便宜买回去 结果呢 用这个刀子一剖 伯居罗就从里面跑出来 这叫做刀不能伤 所以呢 他有五不死的果报 伯居罗尊者 所以他一生呢 都没有病 活到一百六十岁 寿命第一 他有这个五不死的果报 那第十六个 无凭尊者 义佛堂地天眼第一 这无凭尊者呢 就是阿妞罗陀 或者叫阿纳律 那阿纳律呢 大家知道 他是天眼通第一 因为有一次呢 这个佛陀在讲经呢 他睡觉打瞌睡 后来佛陀就喝着他 后来他精进呢 七日七夜 眼不合眼 后来眼睛失明 肉眼就坏掉 后来佛陀叫他修这个 这个叫金刚 照明三昧 他就得了这个天眼通 所以他是天眼第一 那为什么叫五品呢 他这个过去的福报特别大 这个饼干呢 这里有一个典故 就是他这个饼干盒里面 他随时想要吃饼干的时候 这个饼干就跑出来 随时 他这个随时这个宝物呢 都是满满的 就是他的这个珍宝呢 你随时想到 他就现出来 所以他又叫五品 因为他过去呢 有这个布施的福报 那最后一小段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 此等常随众 本法生大事 事作生稳 为影响众 经文净土色授功德 得第一意西坦之意 真道损生 自尽佛土 富明当机众影 这些常随众呢 这些大阿罗汉 有些呢 都是法身菩萨来实现的 他实现的身闻身 作为佛的影响众 所以佛陀的很多这些 这些弟子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长者 大居士 有些呢 都是法身菩萨 所以以前呢 讲作一佛出世 千佛护持 你又遵佛呢 初次来度好众生呢 其他佛或者是法身菩萨呢 他都会来护持 但是不一定会献佛身 他有些献居士身 有些献身文身 有些献菩萨身 都有 那经文 净土 射受功德 今天呢 听闻 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净土法文 这个能够迅速成就 无上菩提的这个法文 能够得到了第一意西坦 就是陆礼 陆礼的这个利益 第一意西坦呢 得到陆礼意 所以这些法身菩萨呢 能够真道损身 让他的这个智慧 能够提升 而且呢 能够庄严他未来的佛土 所以复明当机重 所以虽然他是影响重 但是呢 他又能够听闻到 能够迅速成就 无上菩提的法文 这样子的话呢 他本身又是当机重 只要他呢 还没有成就圆满的佛果 等觉菩萨呢 尚且要求生净土 来亲见阿弥陀佛 所以他也是当机重 好 那么我们就今天呢 跟大家先讲到这里 向下文堂附带来日 回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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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